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主持人Big Joe 大家以前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朋友或者一个同学 他每次考前都会说,哎呀,我考杂了,考杂了 结果怎么样,考出来考了一个全班前三名 然后你会夸奖他,说哎呀,你考得真好呀 或者说你做得真棒啊,你这个比赛拿了前三名真棒啊 他会说,哎呀,其实我没有什么很厉害的啦 其实只不过是试卷出的比较简单 如果试卷出难一点,我可能就怎么样排名前十名开外了 等等之类,然后这种同学,你是不是特别想一拳给他打上去,对吧 那这个呢,有的时候体现了一个中国或者亚洲文化的一个特点 就是什么呢,大家呢,不管是真心的还是虚伪的 都要表现得非常非常的谦卑,非常谦卑 这个里面有一个特点,就是如果一个人他获得了一些成功 不管是考试进了前三名,或者是比赛进入前三名 或者是球赛踢赢了,或者是什么 他不能够表现出来这个事情是因为他自己的厉害而得到的 他会表现出来说,哎,这个事情啊,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造成的 那就比如说,哎,哇,你们这个球赛踢的真好啊 你们战胜了对手,恭喜你啊,他说,哎,那因为今天今天下雨了 对方今天怎么样提的不好 要不然的话,我们可能无法战胜他们,等等之类的 那这个呢,一方面来说呢,是亚洲人的这样的一种谦虚自谦的一个美德 这个是很好的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这样的想法,如果你真的经常这样想的话 这个呢,会影响你的个人的信心的成长 那这样,我们今天就来谈谈这个话题 那么接着讲刚才的这个事情哈 那我来到美国之后 我很快就意识到这样一个非常大的不同 比如说,你在中国,你夸奖一个人 你说,哎呀,你这个考的真好,啊,其实试验太简单了 他说,啊,如果战胜了对手,哇,是因为今天下雨了 但是,如果你是去夸奖一个,比如说美国人 说,啊,你做的真棒 他会说什么呢 他会说,Thank you 他会说,谢谢你的夸奖 谢谢你的夸奖 也就是说,他真的认为他的这个成功 是因为他自己做的很棒的造成 因此呢,他可以完全的去接受你的这样的一个赞美 而在我们中国人,在这样一个亚洲人的环境里面 你不敢去,或者是不能认为一个事情的成功是由你个人造成的 而反过来,很多时候呢,如果你有一个失败,你会非常的自责 这个呢,也是亚洲和中国的文化 就比如说,你做错一件事情,你会说,哎呀,我好难过 我哪里哪里做的不好,我好自责,我好后悔 这个时候呢,你不会说,哎呀,是因为今天天气不好 哎呀,是因为今天什么什么不好 不会是这样,因为这样会不用觉得你甩锅 对吧,你自己都会觉得自己甩锅 都会觉得自己不负责任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文化体系里面 就变成了,我总结一下 就是,如果说你获得了成功 你认为这个不是你的功劳,而是外界的功劳 而,如果你获得了失败 你认为这是你的责任,而不是外界的责任 一方面,这是一个谦虚的美德 但另一方面,这件事情 会对你个人的成长,会对你个人的自信心 久而久之,是会有伤害的 有伤害的,这个呢,我们就叫做什么呢 叫做归因,英文叫attribution attribution,就是你把一个事情归因到什么地方 那么一种归因呢,就是归因到外部 一种归因呢,就是归因到内部 那我们从小,经常所受到的教育 或者说这个社会所渲染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呢 就是,获得成功的时候 我们要把它归因为外因 而获得失败的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把它归因为内因 这种做法,久而久之 这个人,他可能就会失去自己的信心 失去自己的动力 甚至对自己有一个否定 或者是一种不自然的 这样的一种 一种不自觉的这种负面的想法 而,反过来说 如果你的归因是这样的 如果一个事情成功 你能够大胆的把它归因为你自己的努力 而如果一个事情失败的时候 你客观看待这个事情 如果这个事情不是你的责任 你就能够非常大胆的归因为外部的事情 就比如说,还是刚才讲的 比如说你说你考试,考了前三名 你踢球,站上了对手 你就觉得说,这个确实是因为我最近的努力造成的 你就是怎么样 跟我们的团队,大家一起努力训练造成的 我们就是有一个实力的队伍 如果这个方式去归因的话 那对你的未来的 你的这样的一个信心 你的个人的成长 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那再比如说考试没有考好 或者是竞赛,比如你踢球 你输给了对方 那这个时候呢 你去客观分析这个问题 所以你不要什么事情 就先归因到自己身上 说是我做跑 有可能真的不是 有可能不是 可能是因为怎么样 这次的卷子的难度的设置的问题 有可能是因为天气的问题 或者是对方使用了怎么样作弊 派出了一名超龄球员 这有可能 那你如果去客观看待这个问题 而不是说盲目的 把负面的信息全都归因到自己身上的话 这样的话 长此以往 对你个人的发展是很有帮助的 那这个呢 我认为是亚洲文化的一个特点 一个特点就是 他会有这样的归因模式 以至于很多亚洲人谦虚有余 但是自信不足 而欧美呢 他们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模式 相对就比较客观一点 就不会说这样子一种好的事情 都是因为别的造成的 坏的事情都是自己造成的 所以的话呢 首先这个地方 我想给大家留一个小小的练习 大家现在想一想 自己曾经有没有过这样的归因 就是一件事情 如果没有做成功 然后你就会觉得这个责任一定是自己的 然后你在 你在客观分析一下 你的这个归因是不是对的 第二 以前你有过什么样的成功 你会不会情不自禁的 有一种想要谦虚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就是说哎 其实内心里觉得自己 其实是配不上这个成功 或者这个成功 其实是来源于外部的一些力量 来造成的 如果你有这个想法 你先把这个具体的事情想一想 然后再回忆一下你当时的这种感受 想想看如果这个事情不是这样想的会怎么样 我们希望能够更多的建立这样的一个习惯 就是破除掉这种这种归因模式 而是说尽量客观看待事情 如果是成功了 我可以非常的自信大胆的说 这就是我做到的 别人夸奖我 我非常的有能力去接受这样一个夸奖 说一声谢谢你 因为我认可你的夸奖 你夸奖我很高兴 而且我也非常认可我所付出的努力 以及我付出的努力所得到的一个积极的结果 那如果我失败了也要更加积极的看待 如果是我的错 当然是应该的 如果不是我也不能把这个事情 就是强加到自己身上 让自己非常难受 这样的话久而久之 你如果采取不同的归因模式的话 你的个人信心 你的个人的能力 你的个人的自我的这样的动力 就会变得更好 就会变得更好 这个呢是我觉得我到美国来之后 一个蛮大的一个观察 就不同的这种归因模式 最后呢 凡事不可以矫枉过正 我觉得呢 亚洲人有谦虚的美德是没错的 然后我希望大家在这个归因模式上呢 变成一个更加客观的一种归因模式 而不是说好事都是因为外界的 这个不好的是因为自己的 更加客观的 不是叫大家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不是说你们一定要做一个狂妄自大的人 狂妄自大的人 就是什么事儿 老子怎么样就牛叉 如果是错的坏的全是你们的别人的责任 这个也是非常不对的 大家不要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去 我只是觉得 中国人亚洲人 其实相对来说 是有点过于偏向负面的归因的模式 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那么怎么样比较客观的去看待自己的成绩 看待自己的失败 做正确的归因 帮助你有更好的信心和成就 最后呢 我觉得你们都是一些非常棒 非常聪明的观众 然后你们订阅了我这个频道 就说明你们非常的厉害 非常的了不起 非常棒 不用谢 拜拜